在日本有深夜食堂的存在 在高雄我们也听说了有一间深夜食堂 但是它很特别的 是你不一定找得到它 因为当地的人称它为幽灵饺子 还好我们很幸运的 寻现找到了 位在古山区渡船头的附近 小小一间的幽灵饺子 但是它可不是一般的深夜食堂 因为除了周一公休 每天下午5点 准时开卖 还不到8点9点 饺子就通通卖光了 之前我这个摊子的位置是在 鸟松在长庚附近的一个停车场 那那个停车场有趣的是说 晚上根本都没有人 那后面真的是名副起始的梦阿婆 就是中列池 那后面再后面就是 一大群的夜总会这样子 灯已经点了 然后那时候刚好进入梅雨季节 那就是有时候会飘一些小雨 那不过就是我等雨停的时候我就去拍 那两颗灯就会在那边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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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上网找才有 那很快都没了啊 然后不然就是要等超久的啊 他一个半小时才能吃 等等等 除了等 也是等 因为老板坚持 一份来自日本雨都宫正统的尖角 要花费10到15分钟 看着桌上这满满的单 还有的等嘞 那时候客人 曾经有等过最久是三个小时半 七年级生的老板就自称雨独宫 在野外日本时 爱上了雨独宫这个地方 最有名的饺子料理 后来每天去找饺子店的师傅聊天 最后传达了想要在台湾开店的心情 师傅也二话不说 把独门秘诀传给了他 所以才有了雨独宫饺子 我们也才能在高雄享受到平价的浴室尖角 这个那个 这个 那像这里啊 哦对 我等一下再看 好 70号 好 不好意思 谢谢这个是原味的 谢谢 刚开始卖的时候一天卖 凉盘 就是 因为我早上还有一个工作 那工作完之后晚上 然后再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那时候是去摆 就是从晚上大概 八点排到十二点 大概四个小时的时间而已 那 那个时候就是 都是在等客人 那我不是客人在等我 那演变到现在就是说 大家觉得口味吃的还OK 那 还有那一点气氛 那现在慢慢就是变成 好像是我一直都做不完 然后客人 一直在等 就是让大家等蛮久的 其实还蛮不好意思的 对啊 我们这边会等那么久的原因是因为 一般日本他们在做的尖角外皮大概就是 饺子以外一点点可以长形的 就大概这样子可以 那 其实我会觉得那个皮真的是很好吃 所以我回来台湾之后把它放大 就是等于一个锅子就是一份这样子 那就是外面一整整的脆皮这样子 所以我会看到这边全部的东西全部都是 自己DIY做的就是除了这个两幅 那其实尤其是说这一幅 这一幅 这一幅初心 这一句日文叫做 初心忘记得到 它这个意思就是说 勿忘初衷的意思 就是说 不要去忘记 你当初的想法 那其实 有时候客人来跟我聊天的时候 我有想到我就会跟他们讲说 如果你们有真的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就算 过了很久的时间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久 到老了 请你不要把你当初的想法忘记 因为 总有一天 它还是会实现 对对 会啦 身体上会累啦 不过精神上是满足的 就会觉得很充实这样子 就觉得 可能是自己的个性吧 就会觉得说自己要做的事情 如果有做到也做得好的话 其实就算身体再怎么累都没有关系 就是会有那种心情 所以到现在有时候其实我们忙完 收的时间其实也蛮长我们可能就忙完十点半忙完 收可能就会收到十二点一点 那收完之后回去其实都累了 他可是其实自己觉得还好 就是算身体真的疲累 可是会觉得说今天就是又有跟哪些客人就是有聊到天 然后又做了大概多少的业绩出来 那其实就都还蛮开心的 有些事现在不做 以后一辈子也不会做了 宇渡工老板除了卖日式尖角 也卖自己的梦想 下次来到古山渡船头前 可别忘了寻找看看 这间传说中的 幽灵饺子馆